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26岁王一博巴黎被偶遇,生徒如精神小伙,白发惹眼撞脸刘雨宁。 巴黎时装周,一直以来都是国际名流云集,时尚界的焦点。 每年的10月,这个巴黎之秋如火如荼的上演,星光熠熠,令人瞩目。 然而,今年的巴黎时装周有着特别的亮点,而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明星就是王一博。 10月3日,从巴黎时装周的首批明星返国后,新一波一人陆续赶到巴黎,其中就包括了王一博。 这次的巴黎之行,王一博可谓盛装而来,他的造型看似休闲,实际上充满着用心。 王一博身穿一身黑色衬衫搭配军绿色裤子,双手揣兜走在巴黎的街头,仿佛是与生俱来的贵气,王一博出来炸街了。 令人惊叹的是,网友们纷纷扒出了他的服饰款式,衬衫不过是百元,但帽子和鞋子却价值过万,这足以显示出王一博对品质的追求。 更令人惊艳的是,为了这次时装周,王一博还特意染了白发,为了打破自己的形象,让他随意走在街头,仿佛是时装周现场的一部分。 这种与生俱来的清冷气质,确实为他加分不少。 然而,除了他的个人魅力,还有一点令人瞩目。 当王一博走在街头时,他并不是孤身一人,身边簇拥着一群助理,阵仗十分大,共计七位助理。 这一幕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兴趣,也为王一博增添了不少亮点。 粉丝们为了欢迎王一博来到巴黎,也是用心准备了大量应援活动。 在国外粉丝已经在机场进行了应援,他们挂起了海报,用绿色的充气字母挂上了王一博的生日85, 并拿着绿色气球,穿着绿色外套,站在场地合影。 粉丝们为了这次活动付出了很多心血,表现出了对王一博的深切热爱。 然而,正当王一博的粉丝们为他的到来兴奋不已时,一组街头照片引发了一场热议。 网友们纷纷评论,这组照片中的王一博是否与刘宇宁神似。 照片中,王一博穿着休闲的黑T恤搭配黑牛仔裤,身材修长。 然而,白发在阳光下显得有些毛躁,让人感到有些失望。 有网友指出,刘宇宁也是染发爱好者,曾挑战过白发造型,而且两人都是五官清秀,身材修长,所以网友们觉得两人神似并不奇怪。 但刘宇宁的粉丝并不买账,认为王一博的生图和经过精修的图差距太大。 粉丝晒出了原图,指责这只是恶意辟图,认为对王一博进行了不公平的改造,甚至工作人员也被一同屁上了。 不过,有人在巴黎康鹏总店的事衣间偶遇了王一博,他穿着街头的那套造型,随手一拍便展现出了高度时尚感。 这些生图清晰地展现了王一博在阳光下的真实状态,不需要经过任何修饰,依然令人惊艳。 这一热议也引发了网友们对于明星形象与现实生活的思考。 有人指出,不论是王一博还是其他明星,在镜头前经过修饰的照片与生活中真实状态之间,总会有一定的差距。 而这种差距不仅仅存在于外貌,还包括了生活态度和真实性格。 网友们开始认识到,明星也是普通人,他们同样有自己的情感和矛盾。 这一次巴黎时装周,王一博的亮点不仅仅在于他的时尚造型和清冷气质,还在于他所展现出的真实一面。 与其纠结于照片中的差距,不如多关注他在巴黎时装周的精彩表现。 这次的活动不仅让国内外粉丝心动不已,还让更多人认识到明星也是普通人,生活中也有自己的亮点和不足。 总之,王一博的巴黎之行成为了这个时装周的一大亮点,也给粉丝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让我们期待他未来更多的精彩表现吧! 入亚的最新明星成员,霹雳舞,风头正静,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一场空前的热潮。 这部,亚洲运动会的舞台上,将迎来一场震撼的视觉盛宴。 由王一博领衔主演的霹雳舞表演,他将与亚运会霹雳舞大赛的选手们同台献祭,将激情与活力完美融合,为我们展现出霹雳舞的无限魅力。 看到宣传海报上的王一博,身着华美的古装舞服,轻盈飘逸,犹如穿越时空的舞者,让我们对今天的演出充满了期待。 他的每一个动作,每一个步伐,都流露出专业的素养和超凡的记忆,将古典与现代,内脸与张扬完美结合,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舞蹈风格。 随着热情肆意的舞蹈风潮席卷亚洲,我们不禁想起那句令人振奋的话语,亚运时刻,街舞发声。 这是王一博用舞蹈为赛场上奋力拼搏的体育英豪们发出的助威之声。 他的表演将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,更是一场精神的洗礼,让我们感受到亚洲的青春与活力,感受到体育的力量与拼搏。 杭州亚运会霹雳舞宣传片《如火如荼》准备中,今天11点震撼上线。 这场盛宴不仅仅是为了庆祝亚运会的盛大开幕,更是为了向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青年们展示出霹雳舞的风采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今天的精彩演出,感受那份来自运动的热情与激情,感受那份来自王一博的独特魅力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。